不知不觉,被狼平指导一手带出来的小将朱婷,如今也是身经百战的女牌核心,朱婷也已经29岁了。 在朱婷的身上,如今球迷最关注的话题有两个。 第一个话题自然是朱婷的感情生活,比朱婷年龄小的张长宁在2022年结婚,曾春蕾,慧若琪等队友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连刁李宇都公布了自己的恋情。 相比前者,虽然朱婷的名气大,但是因为名气大的原因,球迷也担心朱婷的婚姻会受到影响,所以朱婷的感情状态也是受到球迷的关注。 第二个关注点自然是朱婷的事业。 在结束了意大利女牌联赛归来之后,朱婷再一次因为伤病缺席了中国女牌的集训和试联赛的比赛,这也让很多球迷担心朱婷未来的发展。 接下来,朱婷的流洋梦能不能延续?朱婷会不会像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为了方便女牌的集训,留在国内打球? 如果留下的话,朱婷会加盟哪支球队? 对于未来的不够明确,也是让朱婷的未来发展,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关注。 29岁的朱婷何去何从?自然也成为父母最为关注的大事。 朱婷将去何去何从呢? 近期13时,29岁的朱婷也是宣布了好消息,近期朱婷的意大利女牌队友卡罗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也说漏嘴了。 为什么呢? 卡罗尔表示自己新赛季将穿回斯坎迪奇队的四号球衣。 众所皆知,这个号码可是朱婷在斯坎迪奇的号码,难道朱婷和斯坎迪奇续约失败吗? 显然不是,卡罗尔也是表示,球队已经和朱婷等人完成了续约,朱婷也是成人之美,将四号球衣给了卡罗尔,而朱婷新赛季将穿上自己此前在瓦基福银行队的五号。 卡罗尔的爆料也让球迷们受到了朱婷的喜讯,那就是29岁的朱婷未来已经明确了。 朱婷已经和意大利的斯坎迪奇女排完成了续约,并且将在新赛季该穿5号球衣,所以朱婷的新赛季去处已经敲定,未来发展目标也是很明确,朱婷的父母和球迷担心的大事也是解决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根据爆料,因为上赛季出色的表现,朱婷的续约也是得到掌心,据悉,斯坎迪奇给朱婷合同的年薪达到了150万欧元左右,这也是朱婷没有巅峰时期的年薪水准,显然那个无所不能的朱婷又回来了,朱婷也配得上这份年薪。